侯爷 我不管受什么样的责罚 都是应该的 您不该再维护我 只要你还是我夫人 我就会保护你 不受任何伤害 对不起 道歉的话不必再说了 此事以后也不用再提 虽然我去了山东 但仍旧派人去调查 你母亲遇害于事 你所说的猎户 已死于猛兽之口 武座也不见踪影 即便你现在 怀疑有欧家 也是死无对证 我一直在想 我您和欧家无冤无仇 欧家为何要杀害他 朝中有人 与海盗勾结 嫌疑最大的 并是欧家 那如侯爷所言 那日刘永在慈安寺 或许 是在和欧家人见面 那我娘 便是无意间撞见了他们 被灭了狗 侯爷你看 这块绣布 是当日我娘一直握在手中的 应该是从凶手身上撕下来的 对了 我在玉哥的身上 还发现一块手帕 上面的刺绣和这个一模一样 怎么看来 这么看来 徐家会不会有欧家的内应啊 夫人 文艺娘求见 我 给夫人和侯爷请安 夫人今日回府 妾身不胜欣喜 特被子帛礼 以贺夫人 望夫人收下 你以为用这些 就能抵消你的过错吗 侯爷 妾身知道错了 是妾身没有遵守侯爷的嘱咐 在太夫人面前露了馅 害得夫人被赶回了农庄 可是妾身也是逼不得已啊 那板子打在妾身身上实在太疼了 侯爷 夫人 你们就看在玉哥的面子上 这一次原谅我吧 你先起来吧 你也是不得已 侯爷和我都是明理之人 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 看在夫人份上 我重情发落 把你朝家规一百遍 从今以后好自为之 若是再让我听到 当日之事的半点风言风语 绝不轻饶 是 侯爷放心 妾身一定安守本分 谨言慎行 相信吧 那 妾身先告辞了 幸亏夫人大量 侯爷这才从轻处理 侯爷 还不就是想替罗师姨娘送个人情 顺便警告我一下 不要再乱说话 我一娘应该不是吴家的内隐 玉哥是她命庚子 她应该不会把这么危险的证物 放到玉哥身上 此人在暗 我们在明 而且 这次的事情发生 只怕这人也有所察觉 不会再轻易露出马脚 见不得光的暗棋 往往是一把双刃剑 她能伤我们须家 未必就不会伤到欧家 既然已经知晓她的存在 威 也便是姬 可是 欧家蓄谋已久 还与海盗勾结 想要对付他们 怕事也没那么简单 为父兄喜愿 为百姓除害 必须要找到 欧家和海盗勾结的证据 这样才能彻底办到她呢 我也要找到欧家勾结海盗 害死我娘的证据 将凶手生之以法 侯爷 这个屋子太久没有人住了 到处都是灰尘 让我跟东京打扫一下 这样您住着也能舒服一些 我今晚不住这里了 赵盈 侯爷 有个吩咐 把我的东西都扮回半月盘 侯爷 是 是 我会跟母亲说 刚从镇灾回来 还有一大堆公务药 我才办法办一办 一路电波 你累了 早些休息 好 夫人 活泼 你去帮赵盈收拾吧 夫人 既然侯爷还会去亲自接你回来 而且还在太夫人面前替你求情 证明侯爷的心里还是油腻的 我明白 只是 可能在他心里 我的隐瞒不信任 比那一刀 伤到更重吧 侯爷只是暂时过不去心里这道坎 给他歇十日 我相信会好起来的 侯爷既然放不下夫人 不惜说谎 也要维护他 为何不原谅他呢 我一直无法忘怀 自始至终 他从未信任过 在他心中 我到底算什么 没念几次 都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 很 安台 竟然什么日子 初八 怎么了 初八 这么说父亲的寿闪快到了 少爷 我没听错吧 您一向都对您父亲避之不及的 怎么如今倒突然关心起来了